人口迅速减少已成定局 不但二孩三孩不生 连一孩都不生 那么未来会影响哪些产业呢 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上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数字 据相关部门研究显示 到目前为止 我国一孩的出生率是0.5% 换句话讲 有一半的女性可能终生不愿意生孩子 而另一半生了一孩的女性呢 她们再生二孩三孩的意愿也是极低的 也就是说 未来我国会长期处于一个少子化的状态之中 跟日本韩国非常相似 而且即便各级地方政府卯足了劲呢 给予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生三孩一个月给500呀 生三孩给10万奖励呀 生三孩给30万房票啊 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少子化恐怕已成定局了 那么未来十年二十年 越来越少的孩子会使哪些行业遭遇到重大冲击呢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妇产医院了 我有一个朋友啊 前两天他刚好生二胎 我跟他简单聊了一聊 他说他家老大大概是疫情之前 也就是三四年之前出生的 那个时候刚好赶上了一个生育高峰 那真是一床难求啊 在他所在的那个城市 除了当地的妇产医院之外呢 很多大医院也都开了这个产科 招收这个产妇 条件非常的简陋 往往是啊 产妇得住到四人间中 你得脱关系找门路 才有可能住到那个两人间中 尤其是由于床位过于紧张 医院都跟你说啊 生完孩子 你如果不是抛妇产的话 当天你就可以走 甚至他真是眼睁睁的看到啊 每天这个医院的走廊中 都充斥着人群 有大夫 有护士 有家属 大概每隔一小段时间 就能听到新生儿 哇哇大哭的声音 在那个环境之中 人都是非常的慌乱的 可是就在前些日子 他家老二出生了 他说啊 生老二这个感觉太好了 为什么 他一个人都没找 直接就入住了单人间 不是因为他多花钱了 因为人家大夫护士告诉他 这两年生孩子的人数 实在是太少了 新生儿出生之后 洗澡也好 打疫苗也好 做各种登记也好 走廊随时随地都是空荡荡的 很多住产室 护士经常坐在那里 或者站在那里聊天 一点都不忙乱 他们自己都说 以前一天怎么地不来个 十个八个婴儿 现在两三天才来一个婴儿 他们的日子过得无比的悠闲 是的 少子化就是这样 非常清晰的展露在我们面前 妇产医院人家也是要赚钱的 那生一个孩子 你也得花个几千块钱 可以想见啊 未来当少子化延续之后 妇产医院确实会倾斜下来 但是相关工作人员的 这个工资奖金也会大打折扣的 这还只是个开始啊 出生婴儿减少了 那么自然各种各样的早教机构 很难招商 你卖母婴用品的 卖奶粉的 会感觉到生意一落千丈 当然包括幼儿园了 此前的节目我们说 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 就是因为幼儿园太贵啊 在有的城市 读一个月幼儿园 要花四千五千块钱 那真是相当于一个大学生 一年的学费 可是这两年以来 一方面地方政府出手了 建立了大量的公有幼儿园和普惠制幼儿园 一个月花几百块钱就可以 另一方面 由于出生人口在不断减少 所以很多幼儿园也面临了招生荒啊 尤其是对于大量私立幼儿园而言 以往办的好的 你都得拖关系找门路才能进去 现在他们得求爷爷高奶奶 希望家长把幼儿送过去 这批孩子总要成长的 当他们到了六七岁的时候 总要读小学 未来读中学 现在少子化冲击最严重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恐怕就是整个房地产行业了 过去二十年 为什么房子越卖越好 除了大家都预计房子要上涨之外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一对青年男女结了婚了 总得有个房子居住 哪怕你一开始是租房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要考虑买房了 更关键的是 很多人要考虑买一个学区房 让孩子能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学校 人生有一个光明的开始 所以过去这些年 学区房的价格居高不下 可现在由于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 所以学位变得不是那么稀缺了 你这个学校再好 他每年总得招生啊 以往一年生两千万人的时候 你招五百人 现在一年生八百万人的时候 你也得招五百人 那你招得到这么多人吗 所以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当房地产遭遇到寒冬之后 连学区房也在降价 学区房以往火爆 它有一个根本逻辑 那就是它是金融产品 有的北京那个学区房就十几平米 简直是不可能居住的 可为什么有人要花大价钱 几百万去买它呢 因为你买的是一个入学资格 更关键的是当你的孩子毕业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资格再卖掉 你不但没亏钱 你还赚到钱了 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 每年都有足够的儿童出来 每年都有足够的人愿意当这个接盘侠 可是现在有的学区房主就面临这样的久经 他的孩子毕业了 那个学区房是不可能去居住的 他必须把它卖掉 把钱拿回来 可是没有那么多孩子了 换句话讲 即便还有孩子 但是新的家长觉得将来的学位不会那么紧张 将来的人口会大幅减少 我没有必要现在花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去买一个学区房 所以接盘侠没有了 学区房的价格就大打折扣了 因此少子化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冲击 那都是极为巨大的呀 以往我们经常说 今天你不生孩子 有可能未来没有人给你养老 从个人家庭来看是这样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养老金体系的运转 有赖于每一代青年人去交养老保险 给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开退休工资 可问题是 这种冲击恐怕真的只是几十年之后的 80后90后退休 还有二三十年 何况咱们还要延期退休啊 少子化对于婴幼儿产业 对于教培产业 对于中小学 对于房地产的冲击 这可能马上就要到来呀 对于中小学生的冲击